Hello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你的英文老司機 傑希 OK 那錄完這個之後呢 YT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就盡可能做成多媒體素材啦 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昨天做一做發現 還蠻好看的 有一點奇怪的質感 OK 那我要先講 就是 我們討論一下為什麼你會對自己沒自信的原因 其實大部分沒自信的原因就是因為你覺得你做不到你想做的事 你覺得你做不到你想做的事 但是 那這代表什麼呢 那是不是就代表說如果你能做到你想做的事你就會有自信對吧 那問題是 怎麼樣去做到你想做的事 其實一切都是個My Game 都是心態上的問題 當然有些人可能就是身上 也有些狀況或是生病什麼的 對 沒錯 但是我還是覺得 大部分都是來自心態的問題 心態先解決掉 其實外面的事情可以解決很多 那個我最近 不知道是臉書 自動退站還是真的有人退站 反正就是 我做得要死要活 然後最近被退了 三個站吧 那後來我自己檢討一下 也不能講檢討 我反思一下 是不是他們會覺得說 因為你的臉書 會PO一些感覺跟英文不相關的東西 例如說騎車啊 健身 當然我不這樣覺得啦 因為畢竟我上的都還是中英字幕 那我主要這樣做的是 我想要用我自己 自身 很熱衷的事情 然後覺得說世界上不是只有學英文一件事 我想要去影響 大家說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不錯 那 我最主要想要的是什麼 我最主要想要的就是 1000個鐵粉 就是你知道 會真的很 支持我做的事情 志同道合的 然後 實際上 最主要的是 實際上跟我有互動的人 我覺得那些才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你表面上有按讚數很好 可是其實很多的 粉絲團的站都是用買的 然後不然就是洗城市 所以其實 還是要實際看說 有來跟你按讚跟你互動 的這些人會有多少 其實那個是比較真實 那 狀況來了 好昨天晚上的時候我突然想一下 欸 做的要死要活 最快要死 是怎樣 是不是就是 哎乾脆就 就是有一點灰心喪志 可見然後我起來我發現 欸不對啊 我們應該找一個更大的目標 例如說 我們該滿足的其實是自己內心對自己的 成長的一種渴望 例如說我最近想要做 Big Bang Theory 對因為我之前很早以前他剛出來的時候 Big Bang Theory我看了大概六次吧 就覺得很喜歡 然後教課的時候我也是從第一集就開始 教教教教教 我覺得我應該要把我會的東西放到網路上來 把Big Bang Theory 所以 要不要來個大挑戰啊 每一集都來做個解析好了 讓大家就是 聽完我的節目之後 然後再去看Big Bang Theory 可以直接挑戰英文字幕 我覺得這個很屌 然後如果說今天 好我的自首自根 現在做了23集 那我在想說 好我撇除不去管那些戰術 怎麼樣我會自己感到滿足 那我自己心裡面當然是有個數字啊 所以當我想到這樣 我是為了滿足自我的成就的時候 我感覺就好很多 就有繼續做的動力 那那些要走的就讓他走吧 因為畢竟我要找的是真正的 忠贞的鐵粉嘛 對不對 OK 總而言之 希望這個對你有幫助 然後可以做到你真的自己定下的目標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字 今天這個字非常的有趣 基本上我沒有看過這個字 我在一般的電影啊 什麼美劇都沒有看過這個字 但是這個字非常的有趣 它叫做 Jatson Jatson J-E-T-T-I S-O-N J-E-T-T-I S-O-N Jatson 它這個名詞也是個動詞 它的意思叫做放棄拋棄 那 這個字的字首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有一個 這個字叫做 J-A-C-Jack J-A-C 還有就是 Jack J-E-C-T J-E-C-T 還有一個 J-E-T J-E-T 就是 J-E-T 噴射機那個字嘛 所以 這個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投植 射出 投植射出的意思 所以這邊很有趣的就是 Jetson J-E-T 你把它丟掉 丟掉什麼丟掉你兒子 S-O-N Son 所以把你兒子丟掉 這個就是放棄 拋棄 非常的有趣齁 好 我們來看一下例句 這個例句 這個電台已經取消了教育的廣播 這個電台已經取消了教育的廣播 所以當然 這個字的同意字是不是有個叫做 abandon abandon A-B-A N-D-O N-M-E-N-T Abandon 另外一個就是 Surrender Surrender S-U-R-E-N-D-E-R 這邊都是名詞的做法 那如果是動詞的話就是把 M-E-N-T去掉變成 abandon abandon A-B-A-N-D-O-N 好 那我們今天 刺手自根就交到這裡 我是你的英文老師 節悉祝福你一個美好一天 Have a good one Bye Bye